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 Olight R20 Javelin 那么 R20 是这个 Olight在之前已经推出的一款手电 那么在这一款上面它又更新了这个使用的核心 so 就是XPL High Density so 就推出了这款原色版的R20 那么这款的手电的取向呢 其实就是属于这种针对这些入门的同友 也就是说当你刚入门的时候你想开始玩手电 可是你又不想花太多钱在这个买配件的方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玩手电童的人都知道 就是很多新童友在开始想玩手电的时候 就往往就被这些配件的这个吓倒 就是说哇你要买手电 可是又没有这个电池然后充电器又要另外买 那么在这一款R20 Javelet上面呢 它就原配已经有这一个电池 也有这一个直充功能 所以党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XPL High Density的核心 稍等哦 ok 也就是这个原厂驱果冻版 所以这一款的手电呢 最高亮度是达到的这个900流明 党位呢分别是有三档 也就是900流明 在点亮应该是三分钟后 它就会逐渐降到450流明 然后它还有一百流明党 还有十流明党 那么那些什么爆散呢 那些就没有了 那么用户界面来说 也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 怎么说呢 这一款手电是没有记忆功能的 也就是说 当你每一次一打开这个档位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最高亮度档 so 换档呢 就是你点亮手电过后 你清除它的尾部 ok 它就会跳换其它的档位 就是点亮的时候是900流明 然后456明 然后 sorry 456明是这样档 就是100流明跟16明 so 这一款手电呢 的尺寸其实相当的小 我怎么样说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跟Olight 原厂的这个 M23的尺寸比较起来 把它放圆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ok 无论是头部跟长度 都来的比较小 然后我们有这个 Phoenix TK22 ok 大家可以看得出 这个尺寸方面 这个 R20相对来说是小巧很多 ok 接着我们有这一款 这个是 Phoenix 的带直冲手电 UC35 呃 我看稍微 应该是 UC35 应该长了差不多接近两个公分 哦 在这一款 R20上面呢 它使用的这个带直冲功能 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把这个 我把它放靠近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嗯 这个是显示灯 把它转送 ok 这个充电头就在这一边 当你把它 把你的那个 USB 插进去的时候 开始充电的时候 是红色的 它充满的时候 就变绿色 啊 这个你充满了过后 把它全转回去就可以了 啊 我相当喜欢 类似像这一类型的设计 而 像这个 Phoenix 的UC35 来说 它是有一个胶帽 一个胶盖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 都有这个寿命的 那么不见 或者是断裂 或者归裂来讲 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 嗯 这个 相对来说 我在使用这一段时间过后 我个人的 感想是什么呢 就是它跟 同类型的 这个手电筒 相比 它的演示能力 相对来说 会比较高 啊 稍后大家可以看 看我这个 这个夜色的 这个 视频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 呃 尺寸方面也相当的小 那么鞋带也比较方便 而且 性价比算起来也相当的高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花太多钱 啊 差不多相对于 呃 一支 这个M23的价格 甚至更少 你已经可以拥有一支手电 就是包含了这个 电池 还有这一个自充功能 所以 嗯 我谈一下缺点 不是 其实不是缺点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偏好 怎么说呢 呃 对于有一些人 他们比较喜欢 带有记忆档位的 啊 人来说 当然他们会觉得啊 这款手电不方便 因为每一次你一点亮的时候 他就在这一 这一个最高亮度档 啊 当然对一些 比较边向那种 呃 战术手电的人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优点 因为 每一次你从口袋里面逃出来 射出去的时候 他一定是最高亮度 so 呃 但是大家还有一点就是 我要跟大家说明 这是我个人的偏好 我个人在使用手电方面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 呃 真相开关的 这个方式 那么对于不熟悉手电筒的朋友 到底什么是真相开关的 真相开关来说 我用这一颗 这个M23来说明 ok M23使用的是真相开关 那么这一款R20使用的是 反向开关 所谓真相开关来说 就是我们轻触尾部 他就会点亮手电 完全按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把手电点亮了 那打关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把它按下去 然后放 但是在这一个R20来说 他是使用反向 反向的意思是说 我们轻触他是不会点亮的 当我们把它完全打开的时候 tick tock 过后他才会点亮手电 那我们可以轻触换挡 这就是所谓的反向开关 那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正相开关 所以 还有一点就是 他必须要使用 他们的原厂的OLED的电池 当然 你使用普通的18650电池来说 也可以把手电点亮 只不过你不能够使用这个自充功能 但是对于这一些 我觉得购买R20的朋友来说 他们并不会介意这个问题 因为反正他可能就只想有一个手电 那么他也不会去在乎这个问题 而且怎么说呢 这个OLED的电池在购买上也不困难 so 还有一点是 呃 据我所了解 在这个R20的这个原版的时候 他使用的是黑色的压环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黑色的这个压环 但是这个是使用的这个抛光式 不过当然青菜萝卜人各有所爱啦 我 我之前也说的 这就是我个人的偏好 so 啊 这款的他的优势 还有一点是他的这个 颜色能力 so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颜色表现到底怎么样 ok 来到附外给大家测试这一个 OLED 这个R20 Javolet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采用的XPL 原色版的 so 把图灯关掉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一开始点亮的时候 它就是以最最高流名档点亮 ok 大家可以看得出这个效果 我再将他把这个 这个是MATLIGHT的 ok 大家看一下 MATLIGHT的4D LED ok 我把它关上 ok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在我右手边 这个是 OLED 的R20 Javolet 跟这个是 MATLIGHT的4D 再来给大家看到一次 ok R20 Javolet ok 换中挡 D挡 D挡 D挡来说就比较适合那些比较靠近的 照明 so 再点亮回去 就是最高流名档 ok 谢谢